Hello 大家好 回到7月18日星期一的新聞聯播 有我的子晴和大師在 嘩 大師 昨晚有沒有看電視? 看了十分鐘 昨天就見到播出金像獎 上一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沒有舉辦實體頒獎禮 而本屆的典禮開場的時候 重溫上一屆的得獎名單 給部分得獎者上台獎和發表得獎感受 昨天最均衡的 大家都覺得好像跑一隻黑馬出來 爆懶 四哥謝賢85歲 憑著殺出黃昏這套戲成功封影帝 原來我也不知道他入行都六七十年 有報道說他七十年 有報道說他六十年 他首次獲得這個殊榮 那照看四哥是多少歲 他應該十幾歲就出道 現在是多少歲 85歲 他大概是六十年至七十年之間 所謂是介乎什麼 他應該十六七十七八歲出道 近七十年多些 嗯 看見到其他人都說他這麼多年來 原來沒有拿過 好像很替他開心 他十幾歲就出道 他一出道就紅了 其實他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看回零一的報導 都說他之前曾經刮過真光 那東西後來證明是夾定 夾定 為了什麼夾定 是宣傳手段 之前為何要掌摑 1952年進去 他1952年進去 就是1936年出生 就是十七歲出道 十六歲出道 所以都是接近七十年多 嗯 大師有沒有看過他這部電影 噢沒有 我覺得他真的做得挺好的 你有看的 你有看的 你有看港產片長的 真的好 因為我準備大拍港產片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你真是一個支持者 支持者 一定支持大師拍戲 大家正在看的觀眾都要支持 是 好 接著我們又講一下 大師也不太關心了 這個消費券 但我們這些星斗市民都很關心 昨天我見到 八達通那些機器外 都是那些人在那裡 堆滿人在那裡拍卡 第二期的消費券 其實即將在八月七號 就會派發 這期的消費券的規定就是 小民如果離開了香港 即是永久離港 或者意圖永久離港 就會取消消費券的資格 大約有24萬 曾經作出永久離港聲明 而提早拿了強積金的人士 先後就收到被DQ的通知 但當中卻包含 移民後回流香港的人士 那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透露 直到昨晚其實他收到 差不多三萬宗的覆核申請 就說如果市民現在在香港定居 只需要提供一些簡單的資料 就可以符合資格拿回消費券 並且指當局會議寬鬆的態度 去讓市民盡量去滿足他們去拿到 容許他們在限期之前上訴 因為強積金是可以拿回來的 如果你說你假裝 很多人實際上真正沒有離開香港 然後就假裝申請拿強積金 當然很多人跟我講過這件事 很多星頭市民尤其是很喜歡做這件事 我強積金真的都沒有離開香港 所以我強積金一直都在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強積金在哪裡 你還沒整合過 我也不知道強積金在哪裡 我真是很糊塗 我在《新報》寫《社論》都做了十年 但我不太知道強積金在哪裡 那你要假裝離港 但很多人假裝離港 所以他都是對付真正離港的人 你覺得他都會頒給一些 是那些人的 因為真正離港的人 你不會回來香港 因為回來香港 你五千元成本 你五千元成本 你不夠機票 所以你不會回來香港做Decoration 所以都是封實了你 嗯 他就說有意見 就認為應該要透過不同的方式 去進一步去查核 提早提取強積金公款人士 是不是已經不在香港生活 但現有的法例 有不少保障各類個人資料的規定和限制 但是當局不能夠隨意去核查 例如稅務條例 是限制了它的資料 是作為稅務以外的用途的 是啊 即是說你不可以 如果不是 所以大家會這樣 就是政府按個按鈕 就知道你所有事情 你想不想 一定是有利有弊 沒有一個政策 但是可以能夠滿足所有人的心意 你不能夠保障每一個人 正如 那些人說結婚其實是一個合約 嗯 嗯 之所以現在有這麼多結婚的問題 之所以結婚呢 其實每個人對結婚的要求 合約都是不同的 嗯 但是現在這個標準 就是因為 就是每一個人 都是大約這樣要求 就是這樣 其實結婚都是一種合約 而這個合約 這一種合約 是 都是組織了 那不是適合所有每一個人的要求 嗯 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我只是拿結婚來做比喻 那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 沒有一個政策可以能夠適合所有人 嗯 是的 但是要那個政策是 為每一個人度身訂造就實在太難了 嗯 是啊 即是消費犬上次派的時候 那些人就吵了 為什麼移民那些有得拿 那這次移民那些沒得拿 那些人就在那裡吵了 移民那些沒得拿 那當然要吵了 但是問題是你移民 為什麼要永遠離開的呢 那本來是沒得拿的 比如說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離開香港 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都要申請一個non-resident 嗯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申請一個non-resident之後 你是永遠 你是不可以拿加拿大福利 嗯 就是你不是住在加拿大 你沒有加拿大沒有貢獻的嘛 所以你也不可以拿福利 這個是很平常的一個做法 對 但是那些人什麼都要吵一下 香港人就是這樣 香港人是投訴之刀 所以香港人本身的質素是很低劣的 世界最低劣的是做 唉 我也不想認自己的香港人 哈哈 哈哈 那昨天就說回 如果最終沒有申請覆核的人數 多達20萬 政府是因此會節省了公帑10億的 其實是可以節省很多錢的 如果不派給這些人 是的 所以就不派了 當然是一個政治懲罰 嗯 好 然後講起政治 其實我覺得現在真的 每樣事情都關政治事 現在真的 律政司林定國昨天就出席了一個節目 電視節目 講清講錯 被問到基本法23條的保釋 和陪審團安排 會不會沿用廣區國安法的原則 他就說23條的保障條件 應該與國安法一樣 但就未提及陪審團的問題 多名的法律界人士就表示 基於中院 即中審法院就這個陽川案 即之前有個人在寫書 在罵 即是是政府 是的 被告保釋上訴的裁決 23條作為危害國安罪行 需要採納國安法保釋門檻 大律師公會主席 韜錦坤認為 應該是不是韜錦坤 是的 國安法保釋門檻教 2003年23條立法 建議條文嚴格 但強調除了保釋和陪審團的安排 應該整體審視法律 如何可以保障被告的權利 即是說23條的保障 和國安法的情況 我相信國安法 現在有很多大家都不是那麼清楚 清晰 那麼清晰的 因為首先現在的國安法 就是去對付了一把人 控告了一把人 但是所用的發生的案例不是太多 雖然有很多 但是在大馬來西方的集中 是一樣一堆事情 同樣地發生的 所以就是說 有很多新聞 當然你說 楊村案的繪盤 楊村案的繪盤 有些就是 煽動 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但是大家還有很多 不是那麼清晰的地方 因為普通法來說 有很多已經是 香港的案例 就是英國的案例 可以去參考 但是國安法本身 大家有很多都不太清楚 所以都是要等時間去做 但是如果關於保釋門檻的話 國安法保釋門檻一定會更高 就是要說明的 嗯 保釋門檻是什麼 保釋門檻 就是你用不容易保釋 很難保釋 就是很難保釋 即國安法就難過其他人 應該會難過其他人 他已經說明了 好 接著之後我們又說回 回應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都有提及過 美國CECC制裁的言論 林定國就繼續補充 他就覺得 根本就好像 忌安那樣 橫行無忌 就是這個比較橫行無理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看過叮噹 有個多哩夢 就是都知道有個肥仔 叫忌安 是的 或者叫半虎 因為他 他的名字是來自英文 G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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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巨人 所以這樣說 嗯 那CECC的做法 他就說聯想起這個 宜時體液交通片的忌安 就說覺得 這個CECC的制裁 就是橫行無理的 而且還沒有很多種 就要去那些去那些 都不說 就是那些說法 但是應該會不算 就說它 在說的 就是說 那些說法 那麼ached 你對於邏輯的 總之不就 你為什麼要這樣 最終中國還是 所以 就是美國 大陸廷的 你很怕我們就不要當警察 對嗎 你就不要做政府官的前線 律政署 知道有一些很前線的工作 那你做 如果你是做什麼就沒事的 如果你是做那些垃圾 那些政府官員就沒事的 那你做一個高官 你舌得咸而抵得渴 這個就說回去 說回去就是林鄭月娥 前幾天有個外國做新聞 有個在外國 去了外國的 流亡了外國 不知是否流亡 去了外國的前世人記者 就在那裡說絕對真實 絕對可信 那就說林鄭月娥和林兆波已經是去了英國 在英國那裡 但是到最後就發現是假消息 林鄭月娥應該在沙城大戶堂在看東西 在看表演 那所以那大問題 那些黃絲就信了 然後就說林鄭月娥就穿了草了 我當時的時候都看了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說回 相對剛才你說的那個懲罰 林鄭月娥就說 照計如果不用信用卡的話 我想她也不會太有面子去英國的 如果這樣去到這樣說 她到處都去不了 你覺得林鄭應該會繼續留在香港嗎 很難去其他地方的 不過她應該她那個 她所有事情都禁了的時候 她應該很難飛到別的地方 嗯 是的 我們剛才就 就是在說懲罰 懲罰還林鄭月娥 就算你有心多想 多嚮往英國 吳鄭月娥你都去不了英國 哈哈哈哈 現在做得前線的那些 是預料了 有時 譬如說那些人說 我經常都覺得 什麼槍打出頭了 或者走得太前 都會被人攻擊 是的 現在的社會 你現在在看這個 就是這個 是的 我們剛才的大師是說什麼呢 就說有一個移居英國的前電視台主播 昨晚就16號 Sorry 今天是18號 她16號的時候就在社交平台就說 前特首林鄭月娥和她的丈夫林兆波 就現身了在英國倫敦機場 我不知道她在哪隻眼看到 但是那個文末的標籤就說沒有圖沒有真相 但是可信的字眼 立即成為這個網民的熱話 不過昨天就有認識林鄭月娥的政界人士報章 《香港01》就表示 兩人仍然在香港的 昨天還看到他們在這個三年大會堂上看粵劇的 我朋友是本部派的 本部派的 《Harry Potter》 就是《巴別特激談》 接著對這件事的評價就是 他算是非常反中的 整件事真的很不專業 完全不講新聞操守 純粹是將未Factcheck的HSA直接報道出來 再次證明所謂主播王俊賢真是很平庸 真是一個收人工時就紫色照稿道 收貨今時就將三姑六婆八卦當新聞報 和傳媒從從業員沾不上哪些垃圾 其實香港傳媒從業員沾不上哪些垃圾 就是讀稿大家就當成… 你一個讀稿員大家就當成一個知識分子 傳媒經常有記者說 很心理你讀稿員來的 寫東西報記 就當成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傳媒的記者很多都能夠作偶 其實就是這樣的狀況 另外就是 最好笑是黃絲狗說 以後香港只剩下假新聞 怎料黃標KOL才是發布最多假新聞的源頭 黃絲狗沒有新聞 然後他才是最新聞的 但是為什麼這些平庸之惡 都可以過句靠負責新聞 反而還可以找得多個CCTVB的主播呢 都要拜對一班對新聞水平 完全沒有要求的垃圾黃絲狗所持 誰說的 這位是一個非常反中的人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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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是非常非常反中的人 但是那些黃絲 那個智力也是很令人厭惡的 嗯 好 那我們耀文去做這麼多 好 多謝大家 好 大家好 回到7月18日星期一的新聞聯播的講問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 昨天都非常熱 其實不止昨天 我想說整個星期都保持著很熱 我還差點 前幾天真的中暑 是有點暈暈的 想吐的情況 未來這九天 大家都要繼續熬著 因為都是會繼續熱 整個7月 我們經常說大暑 就是下日最熱的一個時期 昨天有一名二十六二十七歲的男子 因為其實有幾份報章寫他的年齡 一個二十六一個二十七 都是年輕人 現在你的報章都看了很多 是很多 我五點起床 難怪你說辛苦 我看得出你 是近期做這些新聞 你的準備充足了很多 要不然他真是很硬 但大師一坐下就要馬上錄 有一名男子在球場暈倒了 昨天在足球群組裡都在說 其實人們都很想踢球 其實都困在家裡那麼久 但這個二十六二十七歲的男子 原來是第一次踢球 昨天在魔士公園暈倒了 他還要整個臉流血 吐 最後他的朋友一來到 本來想拿水給他 不過他已經是搶救無效 運動固然可以令他長命些 但運動有時也會令他早死些 這個很多 尤其是在酷熱那裡 我記得以前 之前有個很出名的警察 是拍很多電影的 那個也是這樣 那個督察的警司 總而言之 很多在酷熱時間運動 大家要非常之小心 大家要非常之小心 另外有一個 就是關於運動 關於太熱的時候 就是杭州有個長者 七十幾歲的作者 因為中暑暈倒 宋宇的時候 體溫高達四十點二度 他說長者平日在街中不願意開冷氣 就以為有心臟病 所以不開冷氣 所以導致中暑的 情況就是這樣 為什麼那些人不會說呢 就是因為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說過我用十年證明不開冷氣 是不會死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原來不開冷氣真的會死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有兩個人就說是 一個人就會說是 其實死的一次就夠了 不需要死 經常都死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十年證明不教 不開冷氣不會死 但是十一年死 另外一個就是 他說 即是同一支溫度計 同一個 同一個四十二度 或者三十八度 你在深水灣劏房 還有住在半山區的大廈 是不同溫度的 哦 都是啊 真是 各區的氣溫 昨天都很燃 不是不同的住 你住劏房的溫度一定高些 所以 所以大家 在學熱的時候 小心些 就是都是 在學熱的時候 做運動的話 都是在健身上做會比較安全 那大師 你有什麼消暑方法呢 有什麼消暑方法呢 你現在是不是很熱呢 開了冷氣 那就是了 哈哈哈哈 爛冷氣 那你剛才說的 杭州原來呢 有些蝦擺上桌面 然後已經是熟了 即是是熱到 那些蝦已經變了顏色 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那個什麼 但是 中國三大火爐沒有杭州粉 嗯 哪三個 應該是重慶 是 武漢 嗯 還有一個 我都不夠不記得了 我等一下說 有一個是武漢 有一個是重慶 我知道就一定是 是 但是第三個 我現在問一下 大家快點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第三大火爐是什麼 現在是 哈哈哈哈 真的很熱 我真的很怕 香港都變成火爐 哈哈 真的搞不定 是 好 好 大師 好像第三個真的是 杭州 讓我看看 南京 哦 南京 全此的時候就是南京 現在已經是 2010年 根據近20年的高温情況統計 中國最熱的城市 十個醫次是 福州、杭州、重慶、長沙、武漢、海口、南昌、廣州、西安、南陵 所以是 杭州是排第二的 如果是根據什麼來講 咦? 即是杭州是上榜的? 不是 三大火爐 傳統三大火爐 就是南京、武漢、重慶 其實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 當時的時候 是政治中心 武漢 就是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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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義的地方 南京的首都 重慶也是曾經做戰士的首都 所以這個大家會改成三大火爐 就是福州、杭州、杭州、長沙熱 大家沒這麼覺得 長沙熱 大家沒這麼覺得 所以現在就是氣在武門 出來就正式 福州、杭州、重慶、長沙、武漢、海口、南昌、廣州、西安、南陵 這些就是中國最熱的地方 嗯 大師其實真的是預言家 你說什麼 年底的人會出現能源問題 現在其實是各國經常都有這些能源的問題出現了 嗯 但是我們這個是講文 是的 要講到各國的了 不是 就是想起這個熱天 就是各國都 情況就是這樣 能源問題應該是冬天才會出現 如果是西方來說 是 還有這個也不是一個特別的語言 我也是抄一些 英武學舍抄一些很流行的說法 OK 好 然後講完熱 大家都記得夏天一定會打風 台風芙蓉 今個月初就是侵襲了華南沿岸 由於登陸前的強度才不斷增加 令到很多人措手不及 據了解 原來在廣東沿岸 尤其是以陽光一帶的多個魚類養殖長手當其衝 養魚的裝置完全被大風摧毀 本港的養魚業界得知道內地的養魚戶損失慘重 經濟損失高達成億元計 據估計從內地魚類養殖長走失的漏網之餘 是十萬計 當中絕大部分就是原來香港人經常吃的黃立倉 部分就原來游了去本港的水域 不少的釣魚外好 我朋友昨天也有去釣魚 他也說釣到一些很珍貴的魚 是啊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什麼 我從來都釣不到魚 所有人都釣到 就算蕭若元 從來都會說 他跟魚有仇 都不停釣到的時候 我都是釣不到的 一個從來都釣不到魚的人 都釣到的時候 我都是釣不到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緊的 大師 不要做水魚可以的 哈哈哈哈 那就是 水魚都其實 如果是什麼 水魚都很爽 因為水魚在海中是最兇的 你知不知道 水魚最兇 我朋友養了水魚 其實上次也是 你一養了水魚 那個缸你就什麼都養不了 嗯 因為全部吃光 那他來打 嗯 就是全部很大 水魚是接近 很少天敵那種 嗯 嗯 當然還有一些 除了大 他很多 嗯 嗯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說 數以十萬計數以億 嗯 億元全失 我說一個 關於英文的故事 是 英文有些叫做 Millions of 其實Millions of 包括百萬 千萬億 都是Millions 但是呢 中文你一譯 就一定是百萬的了 所以 如果當英譯中的時候 他不會說數以百萬計 數以百萬計 你還可以 損失了幾百萬 其實那天算了幾億 但是當你看英文 中英文翻譯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些 已經沒有心機讀英文的人 經常都看翻譯的 之後我看到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 那個翻譯是亂來的 就是這樣 嗯 即是當你翻譯 看到百萬 數百萬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Millions 那於是Millions 但是它不是代表 百萬的 是貴老心目中 所以經常都有 這樣的錯譯 嗯 即是你覺得是 可能損失更加多 還是 這個沒有中文 中文沒有這個錯誤 損失真是千萬的 OK 總之很多人出去的餘獲 就非常豐富 就釣到很多黃納倉 那些數目多到 有些不尋常的情況 這樣 大豐收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香港外國教育中心揭幕 昨天呢 李家超就出席了一個 以外國主義教育為題的一個論壇 就為糾正青年 錯誤價值觀 教育局就會全面支援學校 有系統規劃和推行國民教育 那麼國家教育部呢 副部長田學軍呢 就以這個視像支持的 他就這個外國主義教育呢 就提出這個 這個考評考核是重要的手段 需要加強憲法 基本法和中史文化的教育 而教育局局長呢 蔡若蓮會後就說 愛國是感情 我們不會用評估的方式 要不需要考試嗎 哈哈哈哈 外國的一個科目 哈哈 李家超就 這個他們都說 對政治宣言 又在說什麼 外國勢力 又在說些 嗯 愛國愛港的中心 哈哈 啊 他這樣我就覺得是 嗯 嗯 他就在說的是 大家在說的是一個叫做是 過去有些居心叵測的人 勾結外國勢力 將國民教育污名化 或者之類的 就在說一些 李家超在說什麼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因為副部長田學軍 也說了視像致辭 所以他提了三項意見 始終高舉愛國偉大其次 抓住教育重點裡面 以及用好支援關鍵環節 這個是永恆主題來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認不認可考試平核 如果蔡若年以為 不需要考試平核的話 這個就非常之錯 如果不考試平核 哪有人讀 很簡單 我就是強逼你讀 就是要考試平核 就是 我覺得一件事全部錯了 你要平核得 你考得越高分 才會深入民間 如果不平核的話 就是錯平核就是對的 嗯 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是要你讀 我就是要你背 是呀 一定要背入腦 你背的時候 你就要入腦 沒錯 就是這樣 如果不然這樣就慶了 嗯 所以蔡若年這樣說錯了 就是要評估 就是要看考你愛不愛國 是不是 就是那個是 喂 而且人家的時候 那時候人家之前的時候 哦 國民以前的時候 那個通識教育 就是要評估 就是要你考試 哦 現在這個就不用考試 那以前洗了腦 又如何調過來 用熱向洗呢 本身這件事是一個錯誤 就是從技術上來講 我不講是否不同意愛國教育 或者所有的事情 從技術上來講 蔡若年這個人真是蠢 就是蠢得 傻 就是找人做什麼 做什麼 就是 如果叫你做完之後 你又不用評估 那你還要做什麼 是呀 愛國教育就要評估嗎 愛國沒有什麼評估嗎 你現在說出來周顯大師 就是不愛國你 嗯 對不對 就是不愛國 誰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市師傅就是被周顯大師愛國了 對不對 那就是有個分別在這裡 是不是先 對不對 就是 我覺得如果愛國 愛國教育如果不評估 就不用做 就是蔡若年不知做什麼 這陣子呢 就不斷地搞緊 就是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社區的一些活動 就有什麼 習主席的思想精神會談 那有些分享會 那我想說 我上個星期六呢 其實進去聽了一個 就是沒有公開 不是開門形式的一個分享 那我犯徐禮太在裡面說話 這個不關港民事 但是他就說 現在選的人呢 他說不一定是選一些愛國 但是呢 總之選一些不要 有搞亂的成分就可以了 就算你不愛國也好 但是你不要搞亂 他就說要這些人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 你蔡若年的話一定要愛國 嗯 就是你的問題 如果你是經濟 你是 你是一個經濟有關的 或者一個掃地有關的 那你當然不用愛國了 就是你說衛生署 那你不用愛國 我明白嗎 或者醫務署 那你不用愛國 雖然醫務署現在已經被人反到 反到你不愛國都搞不定 因為實在太離譜 那些人就說要毒死警察 那些狀況 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 有些很專業的人 不用愛國 但是問題就是 在教育方面 那些人一定要愛國 嗯 同意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中國文 對不起 中學文貧史 後日就放榜 大家不知準備好心情未 就是我們 那些中學生 那樣 隨著考生的人數進一步減少 升讀八大機會 原來會增加 就預料 其中 尖指追捧的醫科 就被受關注 香港大學醫學院 後任院長 劉澤昇就相信 學生人口下跌是會影響 這個 醫科新的收心分數 需要觀望放榜後 學生的成績 醫學院需要 依然是預留七成半的 醫科學額給聯招生 但強調最終的取錄人數 要取決於學生的自身選擇 國際文憑 1B等 IB 等 你不簽名是IB嗎 你是學生 我都沒有讀 你沒有考過IB 但問題 你這個年代都會知道 好 我考CE 等非聯招生有條件取錄 未因去年IB狀元急增而守緊 分數是否低一點都可以入到高的 我不知道 這一定是Line curve 到最後一定會 Line curve 很久沒聽過 對 所以在中國 讀醫科生固然全世界都難讀 但醫科生在中國或外國來講 雖然是難讀 但問題是很好的學生去讀科 或者很好的學生去讀Libro Arts 只有香港全部都可以讀醫科 所以是集中的很重要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 的士昨天加價 我想說昨天很貴 全港的士落期加3元 市區的士起表27元 但他們的錶不會顯示27元 還是24元 後面整張紙 我都拍下了 就說有些乘客認為家福可以接受 即是現在 他每跳一次 就要增加1.9元 即是市區的士起表價 首先因為燃油增加 油費貴了 他們覺得不可以增加 第二就是 你之前有沒有回答 多久沒有加價 嗯 都很久沒有加價 你不知道的士加價 從來都有張紙嗎 是啊 後面 即是不是這次 即是你不用覺得奇怪 從來都是這樣 OK 可以嗎 很少留 我的 我很久很久之前 我很小時候 有些人就說 那的士加價 又沒有轉到標點 第一次發明那張紙 之類的東西 我不要記得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你經常搭的士 你覺得貴不貴 最近多搭了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太熱了 是 我打算 啊 免得走 點對點到 好像好一點 是的 那的士的確是 什麼的 但香港的士 其實香港的士 是便宜的 接近全世界最便宜的 就是香港的士 你在外國搭的士 很貴的 例如日本 那些搭的士 是很貴的 很多地方搭的士很貴 香港是相對便宜的 更加用得好 嗯 但外國很多時 就是的士是給你應急用的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 有足夠的空間 嗯 那所以 有足夠的什麼 那所以 其實香港是不適宜Uber的 為什麼呢 因為Uber要夾得很好 那所以呢 香港如果有很多 很旺的地區的話呢 你Uber兜來兜去 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上不了車 你要兜一個圈 你經常都 你經常都轉司機 你都要兜一個圈 反而的士就方便一些 嗯 但是 所以有各有各的方法 香港的士是屬於便宜的 希望你很多 就算是星斗市民 就算是可能是 住公屋 或者住什麼 或者拿中環 你都搭得起的士 嗯 就是至少不是 雖然不是整天搭 都偶然搭得起的士 是的 那就是說 現在的形勢沒有辦法 那些市民說 都是賺錢而已 是的 巴士又去不了 有些地方 地鐵又去不了 例如那些很偏門的地方 其實加幾元 都不是太多 其實是市隔五年才再調整收費 在五年前沒有搭的士嗎 嗯 有 我不斷都有搭 但是 那你還是看到那張紙 其實我沒有 因為它前面那個東西是 改了 就是它還是24元的時候 現在是已經27元 但是它起標的時候 它顯示那裡還是24元 我知道那張紙就是 那張紙就是這樣的用途 從來都這麼多年 嗯 所以我才問你以前 有沒有回答過 不過那些的士司機 就覺得那個加幅太小 其實是不是還要加多些呢 如果加幅更加多些呢 因為加幅一定去了 無論加幅加多少 都是去車租的 那些士司機只是賺了少少 這個習慣了就沒有用 就是等於是巴士司機 巴士司機就是駕駛巴士 就有一個叫做是收費的 嗯 到達到現在巴士司機 就是賣費的 後來就入錢了 那入錢便少了 少了巴士司機 做多了事情 然後就沒有少了一件事 那麼 至於巴士司機會加少少人工 然後入票 然後巴士司機就賺多了錢 但是問題是 耐了之後巴士司機的人工 其實沒有加過的 等於到達到最後就會加了 加幅了一點 就會習慣了 那些士司機他們自己是 就是屬於不是 屬於智力特別高的一群 那他們不知道如果加了的話 他們只是那一層而已 耐了之後就會加了車租 那些士司機是一個 沒有進入的地方 你看到達到最後都是去租 正如那些人說 你開餐廳 無論你多賺錢 或一賺錢之後 你會就會去到那個老闆來加租 最大一道 如果下樓加的資格 會加了多資格 你就會發財 在大廈的賺錢時候 開大廈的賺錢的時候 開電視就買樓 或者買了很多電視的 就是當年的時候大概是1970多年之類 從來沒有加價 就是那段時間 之後開始加價之後 越穩越少 越加越多越穩越少 是啊 想想有事真是的 好 我們之後又說一下國安法的事情 立了國安法之後 都在慢慢抓人 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 成立刑了9年的唐英傑 在2020年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遭到駁回 其後就說 港區國安法案件不設 陪審團提出司法覆核敗訴 不服上訴再被駁回 兩案需要付出這個縱費 本部即明報獲得掃封由律政司 向唐英傑發出的追討縱費的信 信裡面的提及 唐英傑兩案的縱費合共 是超過138萬 而唐英傑以書面回覆明報的時候就說 起初因為認為這個判決 對於往後國安法的案件有影響 故此就提出司法覆核 但是現在他看到這麼巨大的一個巨額的縱費 他就覺得很無奈了 因為他根本就給不到的 應該138萬 是 但是這樣就破產了 坐牢破產是一個優勢來的 因為你坐牢的時候 如果最糟糕就是你出牢的時候 人家就告你破產 你坐牢的時候破產 不過出牢的時候破產也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可以做一些工作 然後坐牢又破產 我就不知道那些人會不會在坐牢的時候去破產 嗯 是的 是的 那大家就 這個唐英傑就是拿著電單車 做一個很爽的景 我都知道他講過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除了坐牢真的沒有其他事情 你擺明人家說 立了你就要做這些事情 這個字除了坐牢你還可以做什麼 嗯 好 他就有點活該 自己拿來 那就是求人得人 或者是 求蠢 就坐牢 他也是 那他實在坐牢 那是實在坐牢 好 最後一單我們說一下 偏遠的沙田梅子林村 其實都三百年的歷史 鄰近馬安山郊野公園的邊緣 在富安花園附近 是從港鐵站步行入村 其實是超過半小時 而該村村長 吳永清表示 1994年成為村長之後 曾經多次向政府交一個申請 興建這個出入該村的行車橋 但是一直都被獲批 而批評當區的政府部門 是漠視村民的需求 爭取了差不多二十多年 近三十年的時候 他又透露有村民早在十幾年前 嘗試自行整了一條橋 其後難逃拆除的命運 就是人家自己起 最重要就是人家自己起 鎮自己起你又不行 你要拆除再僭建 但是你自己就不起 所以這就是出現問題 其實我想香港很多 梅子林村就缺少緊急救援通道 其實很多村都是這樣 很多村現在很便宜租 只是很便宜 你都說要走進去村 不只是這裡 我想這不是冰山的一角 就是不只是這個 不只是這個 我去過梅子林 是真的要走進去 香港很多這樣的村 你都沒有去梅子林嗎 行山 行山你也對嗎 我經常都行 不過現在太熱真的不行 我怕暈了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梅子林 就是冰山的一角 其實很多村都不應該存在 其實應該是 放水買地來發展 但是由於那個浴山的問題 由於浴山的問題 很多時候你不做 你去回十倍八倍十倍的浴山 然後被人建得非常之高 非常之高 建一些樓 應該就是全部 那些村環店 你怎會都不環保 建一條村 建一條村和建公屋 是沒有分別的 不如全部我們來發展 應該將這些村 因為這些村 然後那些去水也不方便 市渠全部都不可以 那根本要花一份錢 搞來搞去 那麼多 不如直接收掉 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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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增加多少錢 你都能夠遮蓋到 本身是一個 土地的極度浪費 那些人就說是 維持 那些叫做什麼 鄉村的感覺 要低密度 要低密度 那些為什麼叫低密度呢 就是希望保持環境 但我覺得低密度才是最破壞的環境 因為你這裏的低密度 即是對於平均數 你這裏高密度 其他就在低密度 對不對 嗯 你這裏高密度 即是一個平均數量 那些經常都在低密度 低密度的那些傻居 即是要保持新界低密度的那些傻居 即是那些村的低密度 即是這個想法本身是岸居的想法 即是基本數學來的 你這裏低密度 那裏沒有高密度 你這裏高密度 然後那裏就直接變回郊野公園 嗯 是嗎 這樣才是 是的 如果全部那些圍村 全部都做了高密度 做了一些城市化的 那交通就方便 所有東西都方便 是的 他就批評官員說 你們幾百年前 村民都是沒有車送這些建築材料的 都不需要興建這個車路 官員這樣說 這個官員應該解僱他 我想知道這個什麼官員 這個官員應該解僱他 即是人渣來 好 那我們今天的港聞去住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回到7月18日星期一的新聞聯播 這裏的兩岸國際 有我指程大師 在那裏 我跟大家講一講 美國總統拜登 就結束了這個中東訪問 那外界覺得他是空手而回 即是沒有什麼大的成果出到來 那其實他是首次在上任之後 是進行這個中東訪問 對於他強調美國不會退出中東 被中國和俄羅斯和伊朗有機可乘 沙特就說會繼續加強和中美的關係 但是外界就認為呢 戴登這次就真的沒有什麼重要的成果取得到 他沒有牌子打 他沒有牌子打 你這個有益人你才可以揹 他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第一次由以色列交代 即是蘇蘇說 哎呀我對以色列都沒有問題的 他想拉攏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合作 然後一起對抗伊朗 因為伊朗是對最大的威脅 但問題就是 你拜登之前罵到沙特阿拉伯 有一個人渣 有什麼東西 那些說到沙特阿拉伯的王署 一直在罵他 現在你再回去求回他 你很難再求回 然後他就想爭產 現在的油價已經跌了 油價好像跌了兩成 你叫他爭產 大佬呀 又跌了我再爭產 你真是跟蘿蔔倒吊 你真是傻的 你真是傻的 明白嗎 你怎麼叫我爭產 你的爭產去救歐洲 我幹嘛爭產去當我傻的 然後你叫我去對付伊朗 OK 雖然我跟伊朗是勢手 但你的合謀意思是對付伊朗 大家 你怎麼跟你 因為沙特阿拉伯本身都是一個法律庫 你怎麼跟你的穆斯林 你自己國內的國民交代 原來你是為了那幫基督徒 去對付什葉派 你又是不行 他根本沒有派打 你提供不了足夠的什麼 然後空手 你說什麼 你有什麼好處給我 對呀 一來到就 你可不可以幫我點點點點點點點 是啊 這樣也好處沒有 然後就搞了 原來 你為什麼要求我 我幫你打低俄羅斯 你就要對付我的王柱 現在你說我王柱殺了記者 你之前一直罵我的 你為什麼我對付我去什麼時候 我搞定俄羅斯幫你 那你就下一個對象就對付我 正如中國說 我幫你搞定俄羅斯 你下一個對象就是我 印度也是這樣想 我幫你搞定俄羅斯 你下一個對付我 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我就是你下一個對象 你覺得他是傻的嗎 大家知道美國搞定 如果搞定俄羅斯 如果搞定俄羅斯 下一個對象就是自己的 明白嗎 所以搞不住 所以都是由得這樣 你覺得我傻的嗎 然後你一直在罵他 一直在罵他 那是不可能 但是他也要做一做事 沒錯 好 你講一下印度 印度明天會進行總統選舉 木暴或者會成為首位 暴落出身的女總統 是的 他的呼聲都比較高 就是較對手高的 那就是會舉 你再去看一看 因為印度總統選舉 應該是國會選的 應該不是另外選舉再去看一看 是的 其實這個是第十六屆的總統選舉 是的 現在這個國家民主聯盟推舉的女性 是原住民部落 因為印度也有原住民部落的女選 印度沒有什麼 因為印度總統沒有權 但是如果我是 我不知道有誰是原住民部落 因為印度還有很多原始 印度有一個很原始的部落 是完全不見世面的 見到人 我沒有記錯就在印度 見到一些人在一個島 在一個島上的 總之見到一些人 就會拿一些戰去射你 但是現在沒有人敢進去 沒有人進去 那裡有幾十個人 所以進不去 那就是 我相信印度是總理做的 所以如果是總理握權的話 總統都多數是國會 總統應該是國會選出來 所以總統選舉 不是全民選舉 因為如果是全民選舉的總統 總理就沒有權 是的 就我所知就是 大多數都是 好像新加坡那樣 是的 所以總而言之 印度總統沒有權 沒有權 沒有權? 即是只有樣子? 沒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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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又說回 前幾天 我跟朋友說起 說的俄烏戰事 他們覺得快要打完 但是呢 俄羅斯國防部 十六天就說 就是前兩天 國防部部長 超伊古 指示俄軍在各方向加大行動力度 以防止烏克蘭對頓巴斯等地 實施大規模的導彈和火炮攻擊 而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部 前兩天也說 烏克蘭各地的衝突仍然發生著 俄軍在別列斯托鈺等地附近發動空襲 現在都會加大軍事行動 和羅方的事情 前方是這樣 因為 有加跌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會公開 但是我可以這樣說 現在是沒有了權力的 現在所有打戰爭 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的原則就是寸土不能失 不能夠喪權欲國 於是乎你一打 打開還會打到底 就一定打到全面戰爭 打到全面死去 你怎麼可以割洋 你不能割洋領土 於是乎出現 還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你打輸了 來全民一路殺 殺到全國死去 直到你首都被人佔領了 換過政權 你才有機會 你才有機會去打完場仗 如果不是這個停火協議 不是協議 你之後打到全部死去 全部死去 才能夠做到 全國國民全部焚燒了 死去死去 這樣才打完仗 一個 就沒完沒完 不佔了 要不就被人佔了 整個國家 如果不是你沒辦法打完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擊破 就是侵略方 如果你做防守方 你不個人打 你就要打到全部死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人民戰爭 因為這個是一個 是共和國政權 如果它是一個帝制 就不行 帝制是皇帝 我喜歡 我割給你就割給你 現在是人民的 難道要做公投嗎 你沒辦法 公投永遠不會過的 你之前說 只有是帝制國家才能夠 哎 不著數 我割給你 沒問題 現在是完全 這些共和國 現在新一代 新一代的政治 只能不死不休 嗯 嗯 就是長期戰 所以是 所以現在 其實我割的帝制是好一點 嗯 即是割的彈性高一點 我割的皇帝割給你 你沒什麼符合 他因為 因為他屬於他 現在屬於人民 你怎麼可以割給你呢 嗯 即是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被你侵略 然後繼續那些事情 不行的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 熱浪其實在侵襲著很多不同的地方 剛剛就說起 中國其實至今都還是以一個動態清零 去為一個方針 就是針對這個防疫工作 但是呢 其實這個防疫工作都相當很難 在6月中旬以來 中國多地就已經出現40多度的高溫 上海也是40.9度 過去十幾天 中國氣象部都連續發出這個溫產式預警 應該都是好像我們的浩爾天氣警告 那麼近日來已經是出現了 就是 就是 穿起這些防護衣的大白 就是 叫做 穿了防護衣的那些醫護 那麼 他就因為高溫 就出現中暑 甚至患上這個熱石病的事件 那麼 據這個中國人民網報導 江西省南昌市委建委 已經發佈通知 是為了防止這些醫務人員中暑 所以 就是允許一些室外採央的醫務人員 是不需要再穿這個防護衣的了 當然有危險程度 但是危險不過中暑 所以沒辦法 都是 所有的政策都是 trade off來的 都是交換條件來的 就是 你換了這件事 拿了這件事 換了這件事 所以沒辦法 就是 毫無疑問危險做 嗯 是的 就是那個防護衣 其實那個裝備上面 就是他們每天都要不斷換這些衣服 是的 沒錯 沒錯 但是如果那些人怕不怕呢 核酸測試的時候 他就不穿這個防護衣 是 那就有一定危險性 嗯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巴爾幹半島國家 北馬其頓 就簡稱這個馬其頓 Sorry 這個 以解決 北馬其頓和保加利亞之間的爭議題案 為這個北馬其頓展開加入歐盟 談判掃除障礙 所以這個題案涉及 北馬其頓政府修憲保障當地的保加利亞人 但是北馬其頓反對黨 就批評政府所接受的條件 是背叛國家和人民 表明是不會支持這個修憲 前天就在這個國會的投票期間抗議離場 他最初的時候就受到希臘 因為馬其頓是屬於希臘的一部份 當年就是希臘 馬其頓 為什麼呢 馬其頓 馬西頓 其實就是阿里山大的國家 阿里山大的時候的國家 在希臘最威的時候就是馬其頓 於是希臘說你叫馬其頓可以 這樣就一直抗議 那抗議當然是抗議無效 但是呢 是 到時候馬其頓想入歐盟 希臘就說 因為他是要傳票的 希臘就說 喂 那我不准你入歐盟了 那時候馬其頓就又改名叫做北馬其頓 才准入 這是為什麼他的名字這麼奇怪 為什麼要改由馬其頓共和國 改為北馬其頓 那他應該是 從此希臘就沒事了 現在就剩下了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馬其頓應該有很多保加利亞人 我忘記了一些種族衝突之類的 我看過忘記了 所以現在他剩下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保加利亞 那要處理保加利亞 他改了什麼希臘就沒問題了 因為馬其頓就屬於希臘的 希臘會覺得 雖然今時是希臘人都已經不一樣 和以前的希臘文化已經是喪失了很多了 但是都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又講一下美國 就是槍殺案經常都發生 美國德克薩斯州 尤雅爾迪一個羅布小學 5月24日發生過槍擊案 造成21人死亡 包括19名學童和2名教師 初步調查報告昨天公佈 當中現場曾經有400名執法人員 但是一個小時後才擊斃到18歲的槍手拉莫斯 近80頁的報告裏說 接報到場的執法人員當中 大部分是德州和聯邦執法人員 包括150名邊境巡囊人員和91名州警 報告指現場的執法人員是很冷散的 亦都沒有打算以保障人命為優先 那些閉路電視片段的人 看到其實他們的反應都很猶疑 而且他們沒有計劃的行動的時候 在槍擊案室去孫子的男子直戚 執法員的行為好像笑話 說他們沒有資格配戴警章 是 那就情況是這樣 你現在未過多法例去懲罰執法人員 當然是不當用槍 我為什麼要射死他 你當我傻嗎 我射死他 然後你說什麼什麼七七 你還當我傻嗎 你說你不是像中國那些 中國那些那個人 那個阿嬸 有一個阿嬸很厲害 神槍手阿嬸 那個人協持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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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炸掉一瓶水 然後一直就說 就不理你 就地射殺你 那你就沒有 喂 我射殺要寫報告 又要什麼事 除了公安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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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要猶如你去殺 又不是立功 你真是當我是傻嗎 我當然是 給你殺幾百個人 殺幾百個人 入海仔 你有這樣的法律 你就有這樣的人 你就有這樣的戀父辦法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就是這樣 美國經常說執法人員有警察有黑警察有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 最後我們又跟進一下英國那邊的大選 英國首相約翰遜辭任執政保守黨引發的黨魁選舉 進行了第二場電視辯論 五名候選人在民眾生活開支議題上交鋒 分別是辛偉誠 外相卓偉思 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 和前國防大臣莫佩林和前平等事務大臣巴德諾克 辛偉誠說假如當選會推出減稅措施 但強調是負負責任地減稅 卓偉思批評辛偉誠在擔任財相期間 加稅到70年來最高水平 而早前辭任財相並離開首相 約翰遜內閣的辛偉誠 反問卓偉思有沒有後悔拿來政府 他回應在國家面對經濟困難和危機 和應對烏克蘭發生的戰爭之際 流任是他的責任 他們都在辯論上針鋒相對 總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沒有記錯 約翰遜好像是反對黑的 反對兩個黑色人總去入 總而言之是兩件黑的 新偉誠和國防大臣莫佩林 他們反對他們兩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種族的原因 但是現在其實是誰跑出呢 就是董勤達在民調上跑出的 似乎五名候選人都在裏面選一個 大家要 不是大家選的 不是人民選的 對不起 是誰負責 國會選的 因為他們是保守當選 因為保守當選 這個不用再選過 但是約翰遜有沒有權去投的 即是沒有的 他是有拳頭的 他是阿朴 好的 我們今天的兩岸國際去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